在做連坡量測的時候 它的規定是這個VR值轉到最大 那VR值轉到最大 連坡的值呢 要小於這個讀值的 大於10%跟小於10% 大於10%是2.84弧 28.4再加2.84 28.4再減2.84 它的讀值要落在這個區間 啊怎麼用4波去做連坡量測呢 我們先這邊是直流值 先把這個值按一下變交流 我們看Channel 1的交流 然後把這個伏機 進口的拉大 拉到規定是4到6個大格 可以嗎 就是它看的見面是4到6個大格 差不多4格左右可以嗎 好那接下來我們把這個科蛇叫出來 科蛇 然後把這個按打開 它就變政府了 可以嗎 這個要按到政府 然後現在訊號源是Channel 1 有沒有看到這個游標1變反黑 游標1反黑的時候 我們上面這條線就可以動了 游標1可以 這條線就可以動 動到差不多是這個 這個訊號的上沿 我們就定住了 再按這個 就變游標2 游標2就變可以調整 我們調到這個訊號源的下半部 可以嗎 那它的差 這個 這個 這兩個科蛇的差 就是游標1游標2的差 差在多少 252個minimod就是0.25V 0.25V就是它的連坡呢 是0.25V 遠小於我們這邊規定的 2.84V 可以嗎 所以這樣就是符合規格 這樣可以嗎 好 好 好